大家好 欢迎收看《灵兰对话》特别节目《古今传奇》 我们的节目在YouTube上有独立的频道 请搜索《灵兰对话》这个频道 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 一场俄乌战争 乌克兰巧用无人机等高科技四两拨千斤 大破俄罗斯的钢铁洪流 不过在中国古人早在几千年前 就发明了和无人机导弹类似的高科技 并且在战场上出奇制胜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古代的高科技 早在2500年前 中国古人就发明了类似无人机的飞行墓渊 那是公元前400年左右 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时期 朱子百家争鸣 能功巧匠辈出 其中有一位思想家叫做莫子 他估计是中国最早的 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学者 耳闻目睹的经验 他才认 这当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比如说 你没见过黑天鹅 不等于世界上没有黑天鹅 但是他也不会理论先行 以一句这不科学 就否定在当时那个年代客观存在过的现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 莫子鲁问篇 也就是记录莫子和他的门徒对话的这么一本书 记录了一个故事 莫子有一位同时代的老乡 叫做公叔子 叫公叔子大家可能不熟悉 但是说起他的别号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就是鲁班 根据莫子鲁问的记载 公叔子薛竹木 以为雀 成耳飞之 三日不下 也就是说 鲁班用竹子木头造了一只鸟雀 造成了以后飞上天 三天不落地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这个木头鸟的生力和动力来自哪里呢 似乎很难解释 就算是放风筝 在起步的阶段也要通过人加速奔跑 产生的气流的速度 在手动的调整风筝的引脚 让风筝下方的气流产生足够的生力 风筝就飞起来了 但是呢 这也只是一个短暂的状态 一旦这个力举没有把握好 或者风筝一旦断线 风筝就掉下来了 那么鲁班的这个木头鸟 是怎么三天不落地的呢 如果说这句话是出自一位 浪漫主义文学家的著作 你可能会怀疑有夸大的充分 但是呢 他是出自莫子 这位讲究眼见为实的学者口中 就得以另一种眼光来审视了 而且当时还有不少民间的消息 都指向出鲁班确实曾经制作出 仿生的器械 比如说唐代有一本 《主公救世》 专门收集前朝的杂史 后来呢 在乾隆年间被收入了四库全书 这个《主公救世卷二》就记载 当时啊 楚国要攻打宋国 鲁班呢 是帮着楚王这边的 所以他帮楚王发明了不少 攻城神器 准备攻打宋城 其中一个就是 在人侦察机 原文是这么写的 公书班 常为木冤 成之以窥宋城 也就是说 鲁班做了个木头老鹰 乘坐在上面 去窥探宋城的情况 而刚才我们提到的 跟鲁班同时代的莫子 他是主张非公的 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一位反战主义者 莫子为了阻止鲁班 用这些神器来攻打宋国 曾经和鲁班面对面的 进行了一场沙盘推演 军事演习 鲁班展示了九组工程的器械 莫子马上给出了九种破解的方案 最后呢 鲁班无计可施了 莫子却还有任有余 楚王马上就知道 己方没有胜算了 这才放弃了工程的计划 也就是说 莫子和鲁班在现实中交过手 莫子还亲眼见过鲁班的工程神器 那么他描述鲁班制作出 能飞三天而不落地的木头鸟 是不是也不是空穴来风呢 至于鲁班是怎么驱动这个木头鸟的 现代科学至今解释不了 但是呢 也有可能根本不适用现代能源 或者是现代动力学 有人猜测 可能是适用了 类似于中国民间传统的小道小数 但是啊 适用这种法术 可能给鲁班本人带来了很大的代价 东汉思想家王冲在论横字迹如增 记载了一个当时流传很广的说法 鲁班呢 看自己的老母亲走路不方便 就发明了一种木马车来给母亲乘坐 这个木马车啊 不仅马是木头坐的 而且呢 还配了一个木头坐的车夫 可以说是无人驾驶了 木马车上各种机关一应俱全 鲁班请自己的母亲坐上去 启动了开关按钮 结果呢 马车不知道为什么失控了 跑出去就再也没回来过 鲁班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而鲁班的父亲呢 有可能也是因为鲁班的发明而死 根据唐朝博物学家段成士 写的《有阳杂组扁物》记载说 鲁班发明了能做人的木渊 木头老鹰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刚才 《主公救世》里提到的 那个载人侦察机 《有阳杂组》里写的这个木头老鹰 只要敲三下木渊 木渊就能飞起来 鲁班自己是常常坐着这个木头老鹰 长途旅行 鲁班的老父亲看到了很兴奋 觉得世界这么大 我也想去看看 坐上去直接敲了十几下 木渊一下子载着他飞到了吴会 也就是吴国的都城 当地人以为是妖怪从天而降 一窝蜂地围上来 把他的父亲打死了 而鲁班的妻子 有可能也是因为鲁班的发明而丧生 根据一直在民间流传的鲁班书的记载 鲁班的妻子从坐着木鸟在天上飞的时候 突然分娩了 污血是沾到了木鸟 破了木鸟的法术 结果呢 木鸟失事坠毁 鲁班的妻子 还有没有出生的孩子 也都摔死了 而鲁班呢 可能也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变故以后 开始反思 我们脑补一下 在那样的遭遇下 他很可能会想 他所掌握的这些技术到底有没有用到正路上 比如说 他用木鸟载人侦察机 帮助楚国攻打宋国 到底是不是正义之举 因为按照孟子的话说 春秋无异战 也就是说春秋时代已经礼崩跃坏了 那时候的战争大多数不是正义的 没有正当性 在春秋以前 战争并不是以杀戮和私利为目的 而是要让那些不遵从秩序的诸侯国 重新回到周礼的秩序中来 而周公在座周礼时 最核心的思想都出自于 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哲学思考 周礼一直追求的就是对天地秩序的遵循和维护 所以可以说 春秋之前的战争 目的是让那些违背了天道地道和人道的诸侯国 改邪归正 重新回到正道 所以以前的战争是乏无道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当时鲁班帮助楚王攻打宋国 楚王主要就是为了扩张争霸 是为了自己或者自己国家的私利 所以当时莫子去劝诫楚王不要攻打宋国的时候 先是君子欲语义 先跟你讲道理 莫子就问楚王说 如果有一个人自己有豪华的马车 却想偷邻居的破车子 自己有华丽的衣裳 却想偷邻居的粗布衣 这是个什么人呢 楚王不假思索地说 这个人一定喜欢偷东西 莫子说 那现在富裕的楚国要攻打贫穷的宋国 不就是这样吗 大王如果一定要攻打宋国 只会失去道义 结果楚王不为所动 说鲁班都帮我造好工程的云梯了 仗是一定要打的 莫子没办法 才跟鲁班进行了上面提到的沙盘推演 在军事演习中大败鲁班 这才打消了楚王的入侵计划 而鲁班是不是在遭遇了一系列的人生变故以后 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技能和道德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呢 现在外界已经不知道了 只是有典籍记载 鲁班40多岁以后 开始远离城市到丽山隐居 之后遇到了高人 教给他修炼的正道 鲁班是云游天下苦修 同时正用他的技能 帮助老百姓造一些实用的工具 在70岁左右得道成仙 百日飞升 而鲁班所掌握的这些技术 在历史上还不是特例 还有更厉害的可以飞国际航班 日本平安时代的韩志和 就曾经骑着自制的木仙鹤飞到了大唐 根据杜阳杂编记载 韩志和制造的仿生机械 都栩栩如生巧夺天工 唐木宗还因此给了他重赏 但是韩志和一出皇宫 就把金银财宝全都施舍给其他人了 他自己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可能也是一位修道者吧 现在日本高山市 还立着他的雕像和碑文 纪念他的事迹 还有文献记载 明朝宪宗时期 松江城人在半空中看到了一个不明的人造物 当时的人说是飞车或者是飞船 只见他从东向西飞行 转而折向东去 最后慢慢的盘旋 落在了一座楼上 人们凑上去看 发现这一架飞车是用稻草编织的 但是驾驶者已经不知去想 而说到把仿生机械用于战争的 还有一个最知名的案例 就是诸葛亮的牧牛流马 即使到21世纪 一些国家都难以解决军队的后勤补给问题 比如这次俄军入侵乌克兰的初期 因为后勤保障不顺畅 甚至一度让大军动弹不得 而早在公元200多年的三国时期 神人诸葛孔明也曾经面临过这样的难题 根据魏书的记载 公元231年诸葛亮出兵乏魏 一开始魏国的将领们是一点都不怕 他们议论说 诸葛亮均无资重 梁必不计 不击自破 无为劳兵 就说诸葛亮没有后勤部队 梁草肯定跟不上 梁草一段不用打 他就输了 但是他们没料到的是 诸葛亮不仅是位杰出的军事家 也是一位杰出的发明家 他造出了牧牛流马来运输粮草 这个牧牛和流马 很可能是两样发明 根据三国时代结束后不久 西晋史学家陈寿写的三国志 就记录了两场 分别使用牧牛和流马 来运输物资的战役 一个是建兴九年 也就是公元231年的春二月 诸葛亮复出围棋山 使以牧牛运 第二次是建兴十二年 也就是公元234年的春二月 诸葛亮由斜谷出 使以流马运 后来南北朝时期的裴松之 在给三国志做柱的时候 引用了现在已经失传的诸葛亮籍 诸葛亮籍里就记载了牧牛的外观 和流马的尺寸 说这个牧牛是方腹曲头 肚子是方的 像个箱子一样方便装粮食 头是有弧度的 然后是一脚四足 双者为牛脚 转者为牛足 在魏晋之前的古文 脚表示下肢 足是接触地面的足面 可能是指一只牧牛 有两根支柱 或者是连杆之类的东西 每一个杆子连带着四个 可以转向的装置 而这个牧牛的载重能力怎么样呢 诸葛亮籍记载 他可以再一岁粮 日行二十里 而人不大牢 一岁粮就是够吃一年的粮食 大概是三四百斤 每天走大概二十里 也就是十公里 而人并不怎么累 在《三国演义》里面 把牧牛流马 描绘成一种纯自动化的机械 但是按照诸葛亮籍的记载 其实牧牛流马 可能是需要人力来操纵的 比如刚才提到的那句 人不大牢 结合上下文 应该是说 人操作牧牛 每天走二十里 不太牢累 虽然操作很方便 但毕竟不是无人机 同时啊 这个诸葛亮籍里还有一句 牧牛 射者为牛丘轴 仰双圆 人形六尺 牛形四步 射在古文里 有一个意思是拉拽 牛丘轴呢 是指牛身后的皮带 这就反映出了 人操纵的位置和方式 牛仰双圆 可能是指 它是一种双圆车 人在牛身后操纵木牛 人走两米远 牛脚那个支柱就动四下 牛脚下面呢 还有四个小轮子 控制方向 只不过现在人不知道 它到底是怎么动的 已经失传了 可能有人会对 牧牛流马 不是无人机很失望 但是呢 即使它是有人操纵的 也仍然是有超前的监禁性 比如说 它能日行二十里 也就是十公里 现代人正常啊 一天走十几公里的山路 就累得不行了 而那个时候呢 推着一架 装了几百斤粮食的牧牛车 一天走十公里山路 还人不大牢 说明它的转向装置很好 不然的话呢 在山区很容易翻车 也走不了那么快 那么轻松 现代的西方人啊 总是说中国古代 发明不出来转向装置 所以坐不出四轮马车 但是你看诸葛亮那个时候 就造出了一脚四足 四个足可以转的牧牛 而且啊 西方的四轮马车 只适合在平地上行驶 但是诸葛亮的一脚四足的牧牛 能在山地奔袭 你说它先进不先进呢 牧牛流马还有精巧之处 就是防盗 如果在运粮的过程中 被敌军发现或者是拦截时 一旦抵挡不住 准备凄凉逃跑时 只要在牧牛身上一个特殊的部位 有的说是牛舌的部位 有的说是轮子部位的一个隐蔽机关 变一下木头牛马本身模块的位置 或者是插入一个木块 这个牧牛流马立刻就不会动了 别人偷去也没用 《三国演义》的第102回 就有这么一个故事 当时司马懿就抢去了一匹牧牛流马 但是他不知道 那是诸葛亮故意让司马懿截去的 在司马懿用牧牛流马 满载粮食的时候 诸葛亮让人冒充卫军 检查粮草 把牧牛流马口中舌头的机关关上 这个牛马立刻就不会动了 等伏兵赶跑了卫国的酝粮队伍以后 再打开机关 牧牛流马就又能走了 蜀国因此结获了卫军的大批粮草 遗憾的是 在众史里面 只有关于牧牛流马的尺寸 外观的记载 没有教具体是怎么制作的 随着三国的落幕 牧牛流马也就消失了 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不过也有人说 如果牧牛流马真的那么先进 应该很快就会普及 不会失传 但是呢 其实中国古代 很多先进的技术都失传了 这可能是天意 也有可能是社会环境和成本的问题 比如说牧牛流马 它的制造成本有多高 适不适合批量生产 这么高成本的机械 是为了山地远程奔袭特制的 在平原地区 有没有批量化生产的必要性等等 都可能是它失传的原因之一 200多年后的南北朝时期 大科学家祖冲之 又再造了牧牛流马 但是呢 也是昙花一现 没有传下来设计的图文 直到今天 还有不少人一生潜心研究几十年 但是呢 仿造出来的牧牛流马 还是达不到古文记载的功能 可见诸葛亮的智慧 绝非一般人所能及 实际上 诸葛亮不仅是大家知道的 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发明家、书法家、外交家、诗人等等 他还精通一理数数 善于观察天象来预知古今 通晓阴阳五行和奇门遁甲 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他的预言马前刻共有14刻 每刻都预言了一个历史的朝代 从蜀汉开始 一直到中华民国的诞生都非常的准确 而第11刻预言 现在的中共红朝及其宿命 第12刻预言了大灾难和圣人救世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回到我们的话题 讲到牧牛流马 就不得不提到诸葛亮的妻子黄月英 根据南宋范城大的贵海余恒志记载 诸葛亮隐居在笼中的时候 有一次宴客 客人到了以后 有人喜欢吃面 有人喜欢吃米 没多久 诸葛亮的妻子就把饭和面都做好了 客人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当时四川的主食是大米 那时候面也是一种高级食品 怎么那么快就能做出来呢 客人就偷偷的去厨房看了看 发现有木头人在冲米 有木头驴在磨面 跑得还很快 蕴莫如飞 原来这是诸葛亮的妻子 制作的木头人和木头驴 诸葛亮也很惊奇 虚心向妻子求教 掌握了制作之术 后来改版成了牧牛流马 所以这个牧牛流马 原创智慧版权 其实是他的妻子黄月英 黄月英是诸葛亮师父黄承燕的女儿 据说长相丑陋 皮肤很黑 头发焦黄 但是他的才能和诸葛亮不相上下 诸葛亮在师父家里看到了 黄月英制作的 巧夺天宫的木虎 木人 还有黄月英的绘画诗词 指导他有才有德以后 不以貌取人 把他取进了门 婚后呢 两人相守到老 黄月英也全力地辅佐诸葛亮 让诸葛亮没有后顾之忧的辅佐刘备 也是给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 而关于中国古人的先进发明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军事运用最广的火药 16世纪 法国思想家蒙田在散文集中说 我们惊呼为奇迹的火炮和印刷术 世界另端的中国早在一千年之前就享用了 他说的火炮指的就是由中国火药驱动的武器 火药的发明其实也是中国道家 阴阳学说的一种体现 正用是修炼文化 反用就是军事的兵器 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把火药用于军事的记录 唐朝的末年差不多公元900年的时候 火药就在中国被用于军事了 而西方最早的有关火药的书面记录 是在13世纪 中国整整领先了400年 根据宋代陆镇九国志的记载 唐埃帝的时候 郑王帆率军攻打豫章 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南昌 发击飞火烧毁了龙沙门 这可能是用火药工程的最早记载 到了两宋时期 火药武器发展得很快 宋史兵记记载 公元970年出现了一种兵器 在箭杆的前面绑一个火箭筒 点燃以后 利用火药燃烧后 喷射出气体的反作用力 把箭射出去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喷射火器 北宋末年出现了爆炸威力比较大的铁火器 霹雳炮震天雷 主要是用来攻坚或者是守城 公元1126年 李刚首开封的时候 就是用霹雳炮击退了金兵的围攻 金史描述说 震天雷火药发作 升如雷震 热力达半亩之上 人与牛皮皆碎并无忌 假铁皆透 威力非常大 南宋的时候出现了管状火器 可以说是现代枪炮的原型 1332年中国制造的铜火虫 可能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名闻的管状火器的食物 到了明朝初期 发明了装翅膀的震天雷炮 工程的时候只要顺着风点燃萤火线 震天雷炮就会一直飞到城里 等萤火线烧完火药就爆炸了 明代还出现了神火飞鸭 用竹灭扎成乌鸦 里面装满了火药 用四支火箭推进 飞一百多丈才落地 这个时候装在乌鸦身上的引线也烧着了 引起火药爆炸 如果乌鸦是落在地上 可以烧军营 落在水上可以烧船只 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多火药桶并连火箭 而震天雷炮和神火飞鸭 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飞弹了 而且明代还有了多发火箭 比如说同时发射十支箭的火弩流星箭 发射三十二支箭的一窝蜂 还有可以发射一百支箭的白虎骑奔舰等等 燕王朱棣和建文帝 在白沟河大战的时候就使用了一窝蜂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多发骑射的火箭 当时水战还使用一种叫做火龙出水的火箭 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两极火箭 可以在距离水面三四尺高的地方飞两三里 根据五倍质的记载 这种火器是用一根五尺长的大竹筒做成一条龙 龙身上前后各扎两支大火箭 而龙肚子里在装很多支小火箭 用的时候 龙身上的第一极火箭点燃以后 推动舰体飞行 如火龙出于水面 飞到两三里远 萤火箭就烧着了装在龙肚子里的第二极火箭 它们就从龙嘴里飞出去击中目标 很多现代的兵器 在中国古代几乎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影子和雏形 而中国古代的很多武器 其实只是民用功能的副产品 比如说火药火药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因为古代的火药主要成分是销石 硫磺和木炭 其中销石和硫磺本身就是药材 在神农本草经里 把销石列为上品中的第六位 能治二十多种病 硫磺列为中品中的第三位 能治十多种病 而这些药材要用火来炼 而这也是中国古人对化学的贡献之一 就是发现这些物质的提炼分析和使用的方法 比如说南北朝的医药家炼丹家陶宏景 在草木荆棘记著里 就说过如何分析消失 要用火强烧枝 紫青烟起 仍成灰 有这些特征才是真的消失 药是材料 火是方法 而炼丹是目的 采药炼丹数起源很早 根据史记记载 汉武帝登位初期 公元前135年左右 方氏李少君 就已经在宫殿里为皇帝炼丹了 汉武帝曾向民间广求丹药招纳方氏 也亲自炼丹 炼丹成为了风气 开始盛行 东晋年间的炼丹家葛宏 著作等身 他最重要的著作《报仆子》 外篇五十卷 是论人间得失 事实善恶和如何治世经国 内篇二十卷 论采药炼丹 炎炎养生 修炼成仙的理论和方法 到了唐代 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 天下道观总1687所 炼丹数鼎盛 唐太宗李世民 大师人李白 杜甫 白居易等 都热衷于炼丹 希望修炼成仙 而火药的配方 就是在炼丹的过程中发明的 炼丹家需要对一些炼丹的药物 进行高温浮火 目的是去其毒性 以便药用 唐代时 大医学家炼丹家孙思淼 在硫磺浮火时发现了火药 他首次记载了 销 硫 硫碳三种成分的混合物 可以引起起火或者爆炸 之后火药也在军事上被广泛运用 其实这很有中国道家阴阳学说的意味 这药 善用就是治病救人的药 恶用就成了取人性命的兵器 文用可以延延养生 甚至修炼提升层次 无用也分两种 恶用是杀人取命 善用是保家卫国或者是制止犯罪 善用或者恶用 不取决于药或者材料的本身 而是取决于使用者的道德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不知道您觉得这类话题是不是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留言聊一聊您的想法 如果大家对这类话题感兴趣 以后我们可以开辟一个专栏 专门聊一聊这类故事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时间和您再会 现在我们在YouTube上有一个独立的频道 叫做灵蓝对话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讨论内容 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 灵蓝对话订阅这个频道 而且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的节目可能就只在这个频道上播出了 所以一定要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